就在刚才我发现我的膝盘又变满了 现在它已经变红了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有这样的问题 电脑用着用着不知怎么的膝盘就变满了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样来处理呢 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经验 那么首先我们打开电脑的文件夹选项 在里面呢把我们的系统隐藏文件给它取消掉 然后显示一些隐藏文件 之后进入我们的膝盘里面 就可以看到最下面有两个文件非常的大了 像我这里的话这两个东西接近占我21G的空间 那么这两个文件是干什么的呢 为什么占了这么大的空间呢 下面的这个page file是虚拟内存页面文件 当我们的内存不够用的时候就会使用到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不能删除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转移到其他的旁 在系统属性的高级系统属性里面 我们打开性能的这个设置 在里面的高级选项中就可以看到虚拟内存 点击更改 只需把C旁设置为无分页文件 并把D旁设置为系统管理的大小 就可以把这个文件从C旁转移到D旁里面去了 之后我们重启一下电脑就可以看到效果 那么我们再来处理另外的一个文件 第一个hyperfill是电脑休眠时才会用到的功能 如果你从来没有使用过休眠这个功能 或者跟我一样只用过睡眠这个功能的话 那么把这个功能光掉的话 这个文件就会消失不见 光掉的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打开开始菜单 在所有程序里面搜索CND 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之后 输入这个命令就可以光掉这个功能了 光掉之后我们返回到C旁 就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已经消失不见了 去掉这两个文件之后 我的C旁多出了21G的空间 但是你以为这个视频就这样结束了吗 接下来用到的这个工具 Space Sniffer 最好用管理员身份来运行 因为它要扫描我们的C旁 运行之后 它会让你选择你要扫描哪个磁盘 那我这里就选择C旁 开始扫描之后 它就会查找我们的C旁里面 哪些文件占的空间比较大 它分的区块就比较大 只要等它这个进度条一直少 少到百分之百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C旁 占主要空间的是哪些文件 像我之前的话就发现 我里面不小心装了一个游戏 在这个C旁里面 所以它占了很大的空间 于是我就把那个游戏给上除了 那么用不了多久 就发现它已经全部扫描完了 那么可以看到我的硬行里面 发现Atobe的软件呢 占了我10G的空间 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查找一下你电脑里面哪些软件 占的空间比较大 你可以点击右键 然后打开就可以用 资源管理器来打开这个文件夹 看看里面有什么文件 当然有些地方它笨得不够详细 我们只要鼠标一点击它就会进去再分层 这样一折点一折点都是可以分的 通过这个软件 我可以查到我C旁里面的哪些文件 占的空间比较大 而我如果不需要再用到这个文件的话 我就把它上除了 而如果查询到的是一些软件 它占用的空间比较大 那么我就比较喜欢用接下来的这个软件来卸载掉它 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这款软件来卸载里面的应用 因为这款软件提供了正常的卸载以及强制卸载 对于一些流氓软件的话用这个工具还是比较有用的 而且卸载之后它会查找相关文件以及注册表 并且提醒你是否要上除 当然360软件广加以及电脑广加应该也有这个功能吧 如果电脑没有装这些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作为替代品 那么这就是我这整个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喜欢看到这里的你呢可以帮我的视频点一个赞 视频中介绍的两个软件都是免费的 你可以自己在网上搜索 不过我也会把它放在我的网旁 我的网旁地址就放在视频的简介中 感谢观看